Hello 大家好 感谢上帝 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当中 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他 今天见到很多新朋友 我代表教会欢迎你们 全部都是新朋友 因为每一个人都被更新了 被上帝更新了 我便不认得你了 今天我们有两位 特别的嘉宾被更新 来到我们了 欢迎他们 很久没见 我认识你们 要介绍 不要紧 他们特别在我们 Milperius Campus 的Worship Team 欢迎他们 我想都是走错路的 我想都是走错路的 那么多新朋友 可不可以和旁边的新朋友 打声招呼 上帝祝福你 感谢上帝 让我们一起在他的殿中敬拜 我们一起祈祷 主 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欢迎你快乐 因为你给我们一个家 你就在地上设立你自己的 帐幕 会幕 而主啊 我们更加是被你选招 被你拣选 成为你的儿女 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是主啊 你竟然让这个神迹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相信你跟随你的人 都可以发生 甚至主 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 可以祈求 可以寻找 可以向你敲门 主啊 你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多谢你 愿意主 你继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让我们的心 能够打开 让你的灵 可以和我们说话 我们祈祷交托奉主命求 阿们 好 我们继续在这个灯山补分里面 去学习上帝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祈求、尋找和叩门 在圣经里面 其实有很多经文 大家都很喜欢 当我讲这三个字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起一段经文 有一句说话就是 祈求就得着 尋找就尋见 叩门就开门 我们都很喜欢这些经文 但有时候 我们未必完全了解得到 在灯山补分里面 有很多我们很喜欢的经文 但其实它可能有一些意思 比较我们一厢情愿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但我们当成这样的意思 或者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 这一段是 马太福音的七到十二节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一节经文 它不是独立一节 它是由第七到十二节 是为之一段 我们一起读一 一二三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尋找就尋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尋找的就尋见 扣门的就给你开门 你们中间哪一个人 儿子向他要饼 反给他石头 要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邪恶 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这是法律法和先知的总统 马大福音第七章的七到十二节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先去讲讲 在第七节我们经常听 祈求就给你们 尋找就尋见 叩门就开门 这句说话 其实是有一个典故当中 这个典故是出自旧日圣经的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为什么会出自旧日圣经呢 因为你看到最后一句说话是什么 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统 不是最后一句才是 不是说你愿意怎样待人 你怎样待人 不是那句 是整句说话 这句说话是律法先知的总统 这句说话是从哪个先知出来的呢 这个说话的先知是在耶利米书 耶利米先知说的 大家也记得耶利米先知有一句说话 是名言 他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的意念 让你们末后有指望有盼望 你们呼求我 祈求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尋找我 若专心尋求我 就必尋见 这句说话 就是用那个背景来理解 但是在理解之先 我们也尝试把这段经文 七到十二节 大概一般都是分三段 虽然只有几节圣经 第一段就是七到八 第二就是九到十 然后十到十一 十一到十二 第一段经文 我们再说 祈求 尋找 和扣门 这三个字 如果你把它变成英文 那就挺有趣的 祈求就是什么 ask A 尋找 seek s 扣门 knock 其实它是一个ask 也是整个祈祷当中 在当中 上帝告诉你 我们要注意 有三个层次 或者三种形式 在当中 或者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这句说话 我们觉得 祈求就得着 但如果所有人的祈祷 上帝都去给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世界可能很混乱 你的祈求和祈求 可能有抵触 但每个人都比 所以我们觉得 圣经就这样说 祈求就必得着 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近的天气都不太好 很反常 早几天很热 今天就很冷 莫非可能你们有些人祈祷 很热的时候 会否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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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所以祈求是得着的 甚至比你所想所求的更多 明白吗? 明白了 因为你坐在这里 你一定会经历过这件事 是不是一定经历过上帝祈求就给你 有吗? 没有 我相信你不会坐在这里 或者你坐在这里 就希望有这件事 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我们有个弟兄 他无论是在工作上 在物质上 在关系上 一切他都觉得 上帝是比他所想所求更多 他从读大学开始 他就希望上帝让他进一间 其实是很普通的大学 但是上帝就应运他 真的让他进一间大学 这间大学真的是很有名的大学 甚至这间大学真的很大 他说他从读大学到上班房 最少半个小时就这样走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大学 很有名的大学 他接着又出来工作 他其实只是找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希望上帝给他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上帝又是很恩待他 比他所想所求更多 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去到一间很大的公司 他又做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他这么开心呢? 因为他说 我可以成为一个巡涌 即是涌完一个 他做了什么都没有人知道的 你不知道是这么开心 对吧? 好,就是比他所想所求更多 他就希望上帝给他一个太太 给他一个很普通的太太 就行了 不需要那么厉害那种 但是上帝比他所想所求更多 给他一个非常优秀的太太 他太太是懂游泳的 好,是猛将来的 奥林匹克的程度 正所谓 入水能游 出水能跳 入得厨房 出得厅堂 在他生命当中 成为他一个很好的帮助 上上推他一把 每件事都提点他 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太太真的很非凡 很感谢上帝 我相信大家在座当中 都有类似的经历 你想想你人生当中 其实你很多次祈求 上帝毫无保留 甚至是给你所想所求的 更多给我们 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祷告 当然了 大英讲完之后 有人就问他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 其实你都想上帝给你 不过你没有祈祷 他想想想想 他说也有 其实他一生当中 有几样东西都很恐惧 很害怕 他说有些东西他没有向神求 但其实他很相信他 因为他说他很怕高 他是恐高 畏高症那些 你知道畏高症也挺惨的 这里有没有人畏高 每次去旅游 你知道去旅游 你当然要坐飞机 坐飞机就怕餐死 十几个小时 那就怕十几个小时 去到这些旅游地点 有什么玩意 整天都是去到什么塔 最高的位置 然后看一看景 去到什么大楼 最高的塔 最高的那层 然后看一看景 每次去旅游 他都会震震 但他说他没有向神祈求过 医他这个畏高症 为什么呢 他觉得不用了 可能我们也会有时候是这样的 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能 我们也不要求 上帝也不会给 同样 有人问他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 你求了 但是上帝没有给你的呢 跟这个圣经有些关系 祈求就得着 你有没有什么求了 但是上帝没有给你的呢 这个弟兄也会说 刚才他说了几件事都挺害怕的 除了恐惧 就是这个高度 其实他也是怕老婆 原来他说 他是怕老婆 他说其实他也求了上帝 让他不要怕老婆 从结婚到现在 他说上帝也没有给过他 然后我问你求什么 他说我求上帝给我一些勇气 给我一些勇气 然后我想想 怕老婆 就是你想不怕老婆 是靠勇气的吗 就是这个弟兄 我不知道你是否怕老婆 是靠什么 靠这些 说笑 你买吧 买吧 买吧 不要吵我 靠什么 靠坚定 是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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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靠谱 就是靠谱 就是靠谱 是靠谱 就是靠谱 就是靠谱 那些靠谱 所以你再靠谱 怕老婆 祈求上帝给你一个强而有力的 靠谱 不是勇气 好吗 就是说 说回这里的时候 就是说 当我们一直去祈祷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我们其实都像刚才的弟兄那样 为什么呢? 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些东西 他不是立刻给的 你求一些东西的时候 有些东西 尤其是好东西 是要久一点的 你有没有祈求一些品格 即是祈求谦卑 祈求圣灵的果子 祈求仁爱 祈求智慧 祈求一些忍耐的能力 这些东西他不会立刻给到你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说 上帝你给我 你给我吧 或者帮我搞定一些东西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这些东西搞不定呢? 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学习 那些品格 因为那些都是耶稣基督的品格 这些品格不是马上就给的 上帝很想给你的 很想给你的 但是他不能马上给你 因为这些东西需要时间 在圣经来说 叫我们祈求很多东西 他最大的叫我们祈求是什么? 你记得在高林多前书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一起读吧 爱是永存不息的 先知的港道终必过去 方言终必停止 知识终必消失 现在常存的有信 忘爱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你们要追求爱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祈求就可以得着 是一份的爱 是要求爱 不是那种爱 就是一份爱 爱上帝爱人的心 先知港道 即是牧师港道 一会儿就讲完了 很快 不用担心 谎言 就是大话 不是大话 都会停止的 知识 知识都会消失 全部都会变成AI 但是上帝也说 最重要是我们 求这份爱的品格 在你当中 当然有些人 你不想跟他接触 或者你不是恨他 今天如果他坐在这里 可能你会觉得 最好是不好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人在里面 如果有人坐在这里 你不如觉得他不好坐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什么 是否要求一份爱心 或者这四个人 其中一个人坐在这里 你觉得怎样 有没有人不喜欢普京 有没有人不喜欢川普 有没有人不喜欢近平 有没有人不喜欢朗普 你确定一个人不喜欢的 对不对 那他坐在这里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今天上帝说 叫我们求爱心 你觉得很难 怎么爱他 对不对 甚至可能我们是同性的 就是怎么爱 什么爱 对不对 可能我们祈求上帝 让我们有耐心 对不对 祈求上帝让我们有耐心 对不对 让他们快点下台 对不对 慢慢等 但是其实不是的 上帝都需要我们求爱心 继续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伤害 很伤害 这个世界很惨 很需要我们有这份上帝的爱 去爱这个世界 我们继续需要求这份爱心 但是我上次说 不是一定得着 不是立即得着 我们要等待 好的东西是要等待祈求 这是祈祷的第一个 祈求的一些解说 第二个就是寻找 寻找 寻找这个祈告的方式 或者这个层次 跟刚才那些有点不同 这是一个 特别比一些年纪大一点的 弟兄姊妹 就更加深刻 因为大家都忘记了一些东西 要找东西 这个叫做失而复得 是不是 找得回是很高兴的 最近有没有人不见了东西 有没有 有没有人不见银包呢 有没有人不见铰匙 一抽一抽都可以不见的 有没有人不见了电话 有没有 有没有人不见了 有没有人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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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在身外物 下一句是甚麼? 要錢還是要命 錢在身外物,要錢還是要命 打劫的時候才說 很多東西會不見 但感謝上帝,我們找回謝馮先生 原來縮了一個角落,他只要走 找到很高興,但其實這個尋找就尋見 重點不是尋見 重點在尋找當中 在過程中 當你不見到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想盡辦法去想 到底我最後跟這東西接觸是甚麼時候 它到底現在在哪裡 你不見到的時候,你會經常去想 尋找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不是尋見那一刻那麼簡單 是整個過程 有一個人生當中 你會尋找很多東西 有些東西會令你很沮喪 因為你找也沒有找到 但有時候有些東西 都令到你很害怕 找到的時候,終於找到了 早前大家都知道我去了旅行 有機會 都很驚險 這也是一個遺失 我家裡有個成員,我不說是誰 我們從羅省搭飛機到日本的時候 搭了十幾個小時 到城殿機場的時候 去過海關的時候 我家中有一個成員 給他海關問 很簡單的 拿個護照來吧 沒有啊 有沒有我的護照? 沒有啊 沒有啊 找啊 回去了一點 找不到 你想想在這個位置 你又沒有入境 你又離開了美國 但你沒有護照 大家應該怎麼做 你沒有護照 就讓他入境嗎 回到美國 總之在那個位置 你不見了護照 你那時候 完全是沮喪 我們遲到以色列 不要有這種事發生 麻煩你 如果你入境 在日本 你去找美領事 去搞一些手續都可以 你都未入境 那怎麼辦呢? 在大家最失落 最不知怎麼辦的時候 是嗎? 感謝上帝 有個空姐 走來 拿著護照 讀護照的人的名字 不斷讀 在四處讀 接著我們看著他 就是我們要找這件事 你明白當時的過程 不是找到 找到的時候 其實也想哭 但我認為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是一個非常 力險的過程當中 這是很小的例子 但在我們人生當中 有很多的尋找 是讓你 很驚險 或者很沮喪 你找不到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 在人生的尋找當中 我們都希望尋找到 生命的真體 是嗎? 我們有時候也不知道 為何我們會來到這個世界 為何我們會來到這個世界 Where are we from? Why are we here? What is your final destination? 你在哪裡? 你的人生的目的是甚麼? 你最後的終站是如何? 很多人會尋找這件事 尋見當然好 但整個過程當中 你會經歷到上帝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我都希望你們在會點教會裡面 找到生命的真體 找到 不單止這三個問題 找到你人生整個的意義 我記得早幾年 疫情前 有個女同學 即是學生 她說每次來到美國 都是一個人生反思的考驗 人生反省的時刻 我問為什麼? 因為她說每次進來 那個海關人員都會問她三個問題 你從哪裡? 中國 你為什麼在這裡? 你為什麼在我男朋友? 你為什麼在你最後的地點? 請問我男朋友 每次我來美國都被考驗 其實不一定你來美國才是 我們人生當中 很多時候都會遇到 我們迷惘的時刻 我們都要繼續尋找 你說你尋見了嗎? 你尋見了上帝沒有? 你前個星期見到上帝 但你今天見到上帝嗎? 這個尋找是一個不斷尋找的過程 因為如果你不尋找 在聖經裡面特別有一段 幾節的經文說到這個尋找 如果你不尋找的時候 聖經裡面說 你們的仇敵和魔鬼 會如同敲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世的人 今天你不去尋找 你的人生意義 你不去尋找你的上帝 你的仇敵會來尋找你的 什麼是可吞世的人? 什麼是可吞世的人? 我們大家都是Sumbaa 我咬你,你咬我 什麼是可吞世的人? 失去了自己的人 就是可吞世的人 做基督徒、做神的餘女 你也可以將自己遺失了 今天如果你在生命當中 已經失去了方向 你好像你在生命當中 見不到你的上帝 今天上帝說 你繼續尋找,你會尋見 為什麼? 因為人子內 我們一起讀這支 人子內 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上帝會來尋找你 這不是說你得救與否的問題 我們經常都會失喪 即是喪屍 我們會失喪 我們的靈魂會被失喪 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什麼 但是上帝會尋找我們 所以他在伊塞亞書很多年前 已經提醒我們每一位 我們再讀這支聖經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侯 尋找他 相近的時侯 求告他 在此時此刻 就是你要跟上帝 尋找親近他的時侯 尋找就必合尋見 這也是他第二個的 形式或層次 最後他說的那個扣門 扣門在路加福音 就有些補充 當時的人沒有門鐘 不會叮噹 今天你也不會用門鐘 也會用Ring Hi, you are currently being recorded 你經過的時候 以前的人就要敲門 沒有門鐘 沒有Ring 要敲門 敲門 路加福音就補充了 有件事 耶穌之前說的 大家也聽過 他說你們中間有哪個朋友 半夜三更來找你 他問你借個餅 因為他有個朋友 去旅遊的時候 在他家裡 他沒有什麼可以招待他 他說 那個人在房子裡 就說 不要煩我 我門已經關了 我的小孩睡覺 小孩睡覺 別吵 這件事很緊張 不要吵 然後就說 我不能夠起來給你了 耶穌就說 我告訴你 即使不是因為他的朋友 而起床給他 但是因為他的情辭逼切 的懇求 你也要起床 去幫他 給他的需要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祈求就 迫給你們 尋找就得曾見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這是魯家福音給我們的補充 這個補充 有四個字 代表了他的叩門 情辭逼切 他情辭逼切 他不是敲一次 而是敲很多次 在我們的祈禱當中 在這種形式 我們常常都有 情辭逼切的祈禱 十多年前 我記得 十多年前 但我也記得 我們教會 有個小朋友 他需要骨髓 因為他病得很嚴重 我們情辭逼切 為他祈禱 整個教會 輪流排 跟他祈禱 排一個月 有心的小組 一起排 馬拉床式 為他祈禱 情込切 跟他祈禱 找到骨髓已經很奇怪了 我們再為他換骨髓 這件事 祈禱 也是情込迫 這件事 這麼多年 我們還記得 每個人當中 都試過這一種 我們有宣教士 去到山區傳福音 在山區傳福音的時候 他說 那時候 山區已經迷路 下山的太陽 然後 他走到一個地方 不知道在哪裡 突然有十幾隻 好像狼狼的狗 走到他前面 圍著他 不斷廢他 他當時很害怕 他亦都情込迫切地吐告 他跪了一隻吐告 他說沒有什麼可以做 他騎了足足一個小時 然後就靜了 狼狼的狗 廢他的狗 走掉了 情込迫切的吐告 叩門不斷地向神祈求 這個經驗我相信你們也會有 當我們去叩門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真的不開門給你 你會覺得怎樣 你會覺得是否沒有人在裡面 上帝不會不在 上帝一定會在 只要你叩門 上帝一定會開門給你 好 再說回這一段的經文 祈求就得著 叩門就開門 尋走去尋見 那是否真的這個意思呢 是否真的這個意思呢 是否真的這個允許我們呢 下面第二段呢 就有個答案在裡面 其實 第二段是什麼 第二段他說 你們中間有哪一個人 兒子向你求餅 你給石頭 給球魚 給蛇 地上的爸爸 都會給好東西 那些子女 何況是天父 難道他不是給好東西 這段的經文 如果你這樣看 其實就很明顯 有哪個爸爸 兒子求球鞋 你給他一雙拖鞋 沒有的 他求蘇士 你就會比較煩 你就會自己吃了 蘇士 吃了一雙拖鞋 沒有爸爸 地上的爸爸 通常都是很兩極的 要麼就什麼都給 小孩子要什麼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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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他的這些東西 有另一種 要麼就什麼都不要給 不要給他 難一下他 讓他覺得不容易拿到東西 不要給他 我不知道你爸爸媽媽是哪一種 你爸爸是哪一種 是給你 一定有人給你 但我們的天父 這兩種都不是 我們的天父 是給好東西給我們 這個聖經寫是好東西 這個好東西是關鍵 那什麼是好東西呢 什麼好東西呢 我們經常說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祈禱 很多時候看到我們的需要 我們遮心 但我們見不到上帝的心意 我們摸不到上帝的祝福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以為求餅 其實是求石頭 但是好東西就是上帝 他自己親自給我們 這個答案就是什麼 答案就是 是的 你的祈求是得著的 未必立刻 也未必是你所想的 但一定是好東西 這段經文一定要加上去解釋 不是祈求什麼做得著什麼 而是好東西 是上帝覺得的好東西 當然在老家說 這個好東西是什麼 這是聖靈 聖靈就是 其實是將它自己給予我們 最後那一段 接著就說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但我們分開去解釋 這三段可以解釋得很簡單 但是這三段不可以分開解釋 要一起解釋 最後你願意人怎樣待你 你們要怎樣待人 怎樣跟上面有關聯呢 這個關聯就是回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典故 這個典故其實就是 由祈求給你們開始 耶利米書那裡 這個典故背後是甚麼 那時候 耶利米先知就預言 這個猶太人會避老七十年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當年 其中在二十九章就說了這句話 他們已經避老了 這班人 然後耶利米就說 上帝說 我叫你們這樣避老 這件事 不是要降災給你們 而是要給你們一個平安的意念 要你們有指望可以回去 你祈求我便可以 但是當時 為甚麼會這樣給那些說話 那班人 因為當時避老了的人 很不平安 避老了巴比倫的猶太人 很不平安 他不平安不是因為那裡的人 對他不好 他不平安是因為當時 有另一個假先知 叫哈拿尼亞 他就跟那些人說 其實你們兩年後 上帝就會帶你們回去以色列 兩年就可以了 不用等七十年 不用等七十年 兩年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避老的 大家覺得 怎說是兩年還是七十年 大家避老的 弟兄姊妹 你們想兩年還是七十年 沒有人想七十年 是嗎 想兩年 你的祈禱是甚麼 你的祈禱是巴比倫 這個老你們的邪惡政權 早點倒台 上帝快點剷除他 將我們兩年後 我們就可以回歸 這是當時他們的討估 這是當時他們的心情 兩年和七十年的分別是甚麼 兩年和七十年的分別 就是大家都不會回歸 你有沒有七十年後的命 有誰有七十年後的命 七十年後就是下一代 你的下一代才能回歸 你們全部都不能回歸 所以當時他們是這樣的處境 這段經文 他說 爺利米說 你們要建造房屋定居下來 繼續去栽種 繼續去吃園中的果子 要娶老婆 要生兒子 要跟你的兒子去找老婆 要跟你的女兒去出嫁等等 而且最重要是甚麼呢 是這句 他說 我把你們老到那城 即是巴比倫 你們要為他求平安 為他向耶和華祈禱 因為他們得平安 你們才得平安 所以當時就是說 我們有一群秘老的人 我們一向祈禱 我們快點回去 巴比倫快點臨堂 但今天上對說 不能走 是七十年 我定了在七十年 這七十年不是整固你 你還要為巴比倫求平安 因為這裡說 他平安 你才得平安 祈求我就必得著 尋找我就必得尋見 你願不願意做這個禱告 你願不願意 去為巴比倫祷告 這樣才可以解釋到 最後我們剛才的一句 你願意人怎樣代理 你就要怎樣去代人 這個就是先知的總幹 你要整段解 就是要有這個背景 去解這句說話 當然了 我們抽出來說 我們怎樣代人 別人怎樣代我 其實中國人都很懂這句說話 都很明白 我自己一邊侍奉 一邊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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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說話都經常提醒我 我要怎樣代人 我願意人怎樣代我 我也要怎樣代人 我願意人怎樣代我 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VBS 很高興 我們的VBS 有一個傳統的 有一個傳統的就是 最後那天差不多 我們就會吃 Hot Dog 是嗎 有沒有人吃過 我們這個VBS的Hot Dog Costco的Hot Dog Costco的Hot Dog 過半 是不是 有人吃過 我問你一個問題 Costco的Hot Dog 那個包 有沒有芝麻 沒有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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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芝麻的 你去吃一次 是一個半 是一個包有芝麻 和一條腸 加一杯可樂 是不是 記住那包是有芝麻 下次吃沒有芝麻 告訴你 This is not a Costco Hot Dog 為什麼我說這件事 因為 在最後那天 Pasadine 和另一位姊妹 Kin 和我 他們就在這裡 訂這個麵包 訂這些腸回來 自己製作 OK 他們訂的時候 我就說不對勁了 你訂什麼麵包 我說我訂這種 我說這種沒有芝麻 我說你訂Costco麵包 一定有芝麻 對吧 即是我們VBS 要有芝麻麵包 那些姊妹很厲害 馬上看看 喂 牧師不知道是四毫子 還是五毫子 我們有百多條 加上有一個數目 有沒有預算等等 他們不太願意 去訂購有芝麻的麵包 我當時就已經 覺得不可以 你Costco麵包 那種火鍋是要有芝麻的 你明白嗎 即是大家爭辯了一段 爭辯了一段 但突然間我想起 我願意人怎樣代我 我也要怎樣代他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 micro management的一個人 OK 即是我去辦事公 去訂購一些東西 梁牧師在這裡指指點點 不要訂購那樣 我也很不高興 我也可能覺得 不要煩我了 你這樣 對吧 即是我那天 其實可不可以說 喂 我是Campus Pastor 我要芝麻 我有預算 押忍他們 不要 你願意人怎樣代你 你也要怎樣代人 對吧 最後想想 真的是芝麻損皮的事 Literally 是芝麻損皮的事 是吧 這個很大的道理 大英姊妹說過 你怎樣代人 你想人怎樣代你 你怎樣代人 很大的道理 其實應該是體驗 很多在芝麻損皮的事上 大英姊妹 就是在很多芝麻損皮的事上 我們看不到這件事 國家大事 我們就行了 這些很小的事 我們就做不到這句話 今天先知和律法的總綱 我們怎樣祈禱 祈禱是得著的 但是要有信心 上帝是最好的 但有時上帝要你走某一段人生路 要你繼續尋找 要你一些你覺得不可能去這樣祈求的事 我怎會去祈求這件事 但上帝說 這是平安的意念 願意我們都知道 我們想上帝怎樣愛對我們 我們要怎樣對上帝 你們想不想上帝愛你們 所以我們都需要繼續去愛我們的上帝 一起祈禱好嗎 主我們感謝你今天 讓我們得到你自己的應許 你的應許不是阿拉丁神燈 叫我們求什麼得什麼 而是我們要在祈禱當中去經歷你自己 因為上帝你給我們的是出乎 我們所想的一切 我們感謝你 你一直去愛我們 以致我們今天我們祈求 我們在祈求這份 你叫我們祈求的愛 我們要盡心盡盡盡盡盡力